以色列電視台第十二頻道 曝光一段模糊的錄音 指稱是以色列總理 對持續調停 也促成停火和人質交換的卡達 言辭批評 拉塔亞胡指責 卡達就是哈馬斯的金主之一 所以才能施壓哈馬斯 也對華府要跟卡達續簽 空軍基地協定表達不滿 才剛強調持續努力斡旋停火 錄音黨曝光後 卡達外交部發言人也發文直言 如果這些言論屬實 很不負責任 也破壞拯救無辜生命的努力 但並不令人意外 反批那坦亞胡的發言 都是為了自身政治直癌發展 而非救命優先 喊話把焦點放在救人制 而不是關心卡達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以色列也持續遭受各方壓力 國際法院預計在台灣時間 一月二十六號晚上八點溝覆 是否在審理南非 撞告以色列涉及種族滅絕案件前 發布臨時措施 要求以色列停火 而哈馬斯已經表示 只要以色列遵守 哈馬斯也會遵守 與此同時 以色列在加薩的攻勢不停 加薩當局憤怒指控 以軍坦克朝排隊要領食物的群眾開火 造成至少二十人喪生 金新聞 突然馬路高 桌成為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